要幫我補充 自己的生意 我們也說過剛剛的影片 大家也記不記得 要知道 有關呢 可能有多數的範疇 要知道 我希望透震發現在 這個頻率啊 這個很重要 要了解自己 基本的換人 如果是換人 很重要呢 就是必須要透過 這個 空氣的流負氣 要了解自己 在紅色的角色 在抵折 最後 就是要推遇 用藥 整體基礎 最常的保養很重要 最常的用藥保養也重要 好 抱起包開到中間 抱起包開到左邊 抱住在右邊 好 抱著在中間 好 抱著在山上面 裏面 好 抱著水 呈好 好了 靠一定呢 還有一 occasional 好 再上去 要不要放上去 好 如果大家這裡已經有看到你比較多畫面了呢 好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薰薰 大家過去可能都是在球場旁邊 或是在電視螢幕上看到你的聲音 所以今天在這個氣喘呢 為這樣的記者會看到你大家可能有點意外 為什麼 什麼樣的姻緣會來到這邊呢 其實我有 小時候有非常嚴重的氣喘 但是其實我原本不曉得 然後因為我非常經常頻繁的感冒 在我幼兒時期 那每一次呢 只要一感冒就非常嚴重 就是都是要送急診的狀態 後來就是因為經常送急診嘛 所以就有發現說自己本身是有氣喘 然後再加上我奶奶是有非常非常嚴重的氣喘 所以就是在那之後就會開始 就是比較注意生活的部分 所以我就在這裡出現 所以就在這裡出現 所以剛剛第一個就是 哇 我又感冒了 所以經常感冒 而且每次感冒都很嚴重 這種可能就要多流行 像群群就這樣發現了 那第二題就是大家可能會想說 剛才我們的六丸這裡上有機會 哇 我的小孩有氣喘好像不是100分 就很擔心他長大不能長得挺癡癒力 可是像你呢 現在還是充滿朝氣活力 那到底爸爸或家人或你自己是怎麼做的 讓自己可以跟氣喘共存 而且活出非常有活力的樣子 其實是因為在某一年 我爸爸就有聽說 游泳好像可以改善這個狀況 所以就把我送去雪游泳 那雪游泳之後呢 再加上日常也有維持一些運動的習慣 所以就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比較正常的生活 可能就會在一些比如說季節交換 或者是重感冒的時候才會引發 那這兩三年有因為工作環境的改變 就是可能又開始頻繁的會感冒 那就是在當了這個計算大使之後 知道說我要習慣的使用那個長效型的保養 才可以讓這個發炎的狀況比較少發生 是的 對沒有錯就是平常要保養 因為氣喘氣管它不發炎可能會減少發生 對 其實是影響蠻大的 那最後你剛剛在車上有教大家說 怎麼樣知道自己可能是氣喘壞患者 跟大家教這個修鼻咕哇 以前不小心就有唱出來有名字 修鼻咕哇 修鼻咕哇 我們也是用這樣的聲音來跟大家說 比較容易記 來 菁菁我來拿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 跟大家講一下說呢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知道自己可能是氣喘的患者呢 這個修啊 其實就是 它有一個手勢 這個修的手勢就是 這樣揮一下 揮一下就是指你這邊你在 呼吸的時候 對 呼吸的時候會有一個 修修聲 修修聲 對 相信就是如果你有氣喘 或是你身邊的家人朋友有氣喘 應該都會有聽過那個聲音很明顯的 會有一個 的那個聲音 然後 鼻呢 鼻是 這個手是 胸悶悶的 鼻 鼻就是指你的胸口這邊悶悶的 然後會喘不過氣 呼吸不到空氣的感覺 然後 顧呢 顧就是 台語的顧 然後 它是指你的咳嗽 然後 就是酒殼不止 然後 呼呼掃 就有一個諧音的 諧音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 哇 是 哇 我又感冒了 對 我覺得自己 我自己是覺得 鼻鼻鼻鼻非常的可愛 就是 鼻鼻鼻 哇 就是可以用這四個字去檢測說 你自己是不是 可能其實是有氣喘 因為像我自己小時候 會發現氣喘其實是感冒 好 那最後再來幫我們示範一次 咻鼻鼻鼻 四個手勢 大家幫我捕捉一下 好 來 咻 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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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好 大家都學會了 這四個 四招檢驗自己 是不是氣喘的潛在患者了嗎 好 請幫我再跳回中間 好 好 再一張 好 我們現在省的 OK 再推一點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系階段 好 我喜歡三國醫師跟我們 武器女長先行回座 接下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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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來我是不是可以勤勤勤勤 教我們其他三位座命 OK 顧 然後勤勤的哇 好 那我們一起看新的偶像團體 咻鼻鼻鼻 來 咻鼻鼻 讓我們一起發現 你是不是氣喘的潛在患者 我們把它找出來之後 就常做好監測 然後呢 溫律就醫 遵取一組 文藝用藥 讓我們跟氣喘合體共處 好 來 再次 好 好 再來 好 可以 剛才共同一下 你看 好 走 好 來 好 好 走 好 好 好的 請幫我幫你勾在中間 好 讓大家親密光榮拍到你們需要的畫面了嗎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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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先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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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